Hello, 大家好, 我是樓市謝生 今天和大家分享兩則新聞 一則新聞是關於賭收 另一則新聞是關於樓市 先講賭收的部分 博監局最新公佈的數字 今年7月份的賭收 有166.6億澳門元 3條6牛皮充天非常厲害 這個賭收的數字是否漂亮呢 對比去年的同期增長40多倍 不過個人覺得新聞報這段的意義不太大 因為去年這段時間 澳門有疫情的風控 賭場亦有一段時間沒有開門 這個意義不太大 看看這個數字是否漂亮呢 今年5月份 五一黃金周的數字很漂亮 博彩收入到多少呢 到155億 其實有五一這大假期 到155億已經很厲害 誰知7月份未放暑假 已經可以到166億 比五一做得更好 這裏相信也是超出了預期的 接下來的八月九月 我想賭收也不會差 看看數據 今年累計的博彩無收入 去到967億 和政府之前定的13億 就差330億 我相信兩個月時間 都可以達標 何況未來這兩個月 八月是暑假當期 九月十月 都是一個比較黃的時間 臨近十一 我想超過1300億 就輕輕鬆鬆的 至於可不可以好像大摩 可以到17億 我覺得都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就像摩根大通這樣說 他之前發表了一份報告 他說 十月份 中場 就可以基本上完全回復 疫情前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今年應該有機會 上網17億 講完賭收的新聞 也跟大家講一講 樓市的新聞 七月上半月的數字 已經出現了 根據財政局的最新數據 七月上半月 成交量是100宗 比同期少了4宗 再看看成交的平均方價 是90313 跟六月全月對比 其實跌了大概7% 至於為什麼出現這個狀況 我自己也講講我的看法 我們這段時間 成交中數是非常之少的 每個月只剩兩百多宗 有時都未必過三百 在比較少買家的情況下 自然買家就比較珍貴 相對他們 業主來說 他們要給一個比較大的議價空間 才有機會吸引到買家出現 尤其是七月八月 這些傳統的樓市淡貴的情況下 如果業主要放貨 要拿回錢的話 更加需要一個比較大一點的折樣 才可以 所以出現這個比較大一點的回落 我覺得也是不出奇的 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是這麼多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個讚支持我們的製作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好久的雙重活動 Giveaway YouTube們五千訂閱送大禮包 小紅書們三千關注送大禮包 還不快點波羅我們?